大家好我是薛老师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款 Squatch的小游戏 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叫做电脑的一个指令 点击测试游戏 那这个游戏设计的灵感 是在于 同学们常常上电脑课的时候 我会听到在点击滑鼠的声音 那每个人点击滑鼠的频率 似乎不太一样 是我就想到想要测试一下 大家到底 手指头点击滑鼠的速度有多快 那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游戏呢 把它放大来看一下 那这个游戏其实非常简单 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英文的一个说明 然后这个按钮 然后有一个 有两个变数 一个叫激素器 一个叫倒数计时 也就是说 我们要在一定的时间内来测试 同学们点击滑鼠 左键的速度到底有多快呢 那我预设的时间是10秒钟 那我们点点看 按开始的时候 然后就开始 好 在10秒内 你的食指的点击滑鼠速度有多快呢 好 60刚刚好 好 那时间到了 它这个计数器也停止了 那可以测出 10秒内 你可以点击64 那你要继续再玩的话 它又重新归零了 那又会继续点击 可以继续做测试 好 那非常简单的一个小游戏 那到底要怎么去做呢 好 那我们回到程式的页面 那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程式的元素 一开始我们要一个start按钮 开始按钮 好 开始按钮 好 开始按钮 另外的话 我们还要一个 当你按了开始之后 就是直立点击的那一个测试的按钮 大概是这两个元素 那它还有一个英文 还有一个说明 说明 请大家点击 那这就不是重点 主要是两个 好 一开始的话 这start按钮的话 我们当角色被点击 这个开始钮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做一个广播的讯息 这个广播的讯息 会到这个按钮这边 好 当广播 start广播 这按钮收到这个讯息1的时候 这按钮就要显示 显示 然后定位到一定的位置 因为如果你不定位的话 有时候你在乱按的时候 不小心去滑动它 它可能就会 反面就会乱掉了 那为什么要把 第一开始要把这个 点直立点击这个按钮给隐藏呢 因为如果你不隐藏的话 就是我们不按开始 它也点得到 就是说 没有 时间没有在倒数的过程中 你就可以一直去点这个按钮 所以我们把它做隐藏 要按开始才能点到 好 那再来我们再回到这边 好 那广播完也定位到一定的位置之后 start按钮 然后点下去 简单的一个造型的一个切换 切换的不同颜色 会让你有一个按键的一个感觉 然后再按显示 现在显示变速器 变速的一个计时器显示 然后倒数计时 然后我们设定预设10秒 倒数计时设定10秒 好那倒数计时的显示跟计数器把它设为0 因为我们要从0从头开始 好当你每次点击一次这个时候你的倒数 你的计数器都会从10秒 好你的计时器都会从10秒开始倒数 那你的计数器都会归为0 这是基本的一个设定 好那很多同学会问到说 到底要怎么样 让他这个每次倒数的频率是符合我们 倒数计时每次频率是符合1秒1秒的倒数 好很简单 我们就是用一个控制里面的一个重复的执行按钮 每次等待1秒 每次等待1秒 变数的计时倒数计时就把它改变为负1 好这边是一个重点 就是说你每倒数计时每1秒 他就会倒数计时减1减1 所以就会有一个10 9 8 7 6 4 3 2 1的效果 那重复到10秒的时候 他就刚好归0 归0 那你再设下一个判断的一个 判断式的话 就是说当倒数计时这一栏 这个变数等于0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广播讯息2 广播讯息2 好当你收到广播讯息2的时候呢 这边这个直立按钮的测验他就要隐藏 为什么因为时间一到了 或时间还没有 时间还没开始跟时间一到 就不能给同学去点了 好再来的话 就是当角色被点击的话 就是我们的造型 你看到这只一种为了要做一个效果 有感觉有点击测试的一个效果 会中间加了红色 就是说当你点下去的时候 这会有一种点击的感觉 如果你没有变色的话 就感觉没有点击了 没有点击的感觉 好那点下去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们要把位置做个定位 然后造型换成下一个 然后变数 变数的显示 计时器的显示 OK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小游戏 那可以测试污污你的直立到底有多快 我发现很多同学每个人的直立都不太一样 好大一样 OK好谢谢各位同学 谢谢 不客气 来吧 咱们坐下来